旺财正在街道上溜弯消化石 这只看似天真可爱 人畜无害的德国供养犬 实则具有很强的攻击性 很快一个穿着高档皮鞋的黑人 出现在了旺财的视线里 旺财呲咽咽咧嘴 猙獰的面目马上就暴露了出来 黑人一看对方显得不是很友好 也不敢怠慢 虚晃一招仨子就撩了 旺财在后面狂吠着紧追不舍 黑人慌不择路跑进了一教堂 旺财一个恶狗扑持就把黑人给撂倒了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恐怖片白狗 女演员东梅晚上开车回家的途中 无意中撞伤了白狗旺财 善良的东梅急忙把旺财送到了宠物医院 其实旺财没什么事 但医生狮子大开口敲了东梅200多美元 东梅每天的工作很多 无暇照顾旺财 女医生建议东梅可以把狗狗送到动物收拾所 她的主人有可能会去那里找她 但如果超过三天还没有找到她的主人 收拾所便会把狗狗安了死 而且这么大的狗基本上也不会有人愿意领养 东梅无奈只好先暂时把旺财留在了家里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休养 旺财的身体已经彻底恢复了 为了寻找旺财的主人 东梅和男朋友在旺财出现的公路父亲 贴了很多的招领启事 男朋友开车送东梅回家 从旺财的表情上来看 似乎对东梅的男朋友并不是很友好 晚上东梅正在睡觉的时候 一名歹徒摸进房间欲情不轨 东梅宁死不从 两人在房间里扭打了起来 眼瞅着东梅要断气 听到动静的旺财扑向了歹徒 歹徒一看大事不好撒腿就跑 旺财破窗而出 上去就咬住了歹徒那只肮脏的手 接到东梅报警的警察们很快就赶到了 上去就把这个官方给活捉了 这件事对东梅的触动很大 可以说没有旺财 他的一世清白就毁于一旦了 更严重点说 可能连小命都没了 因此旺财平时就算有点调皮捣蛋 他也就一笑而过 话说有这么一天 旺财为了追一只野兔跑都没有狗影了 这可把东梅给急坏了 他到动物施工所寻找旺财的时候 看到一只狗狗正在被害了死 眼前的这一幕把他给震撼了 东梅和一些丢失了宠物的人士 站在门口等待着动物施工车的到来 但找了半天依然不见旺财 开洒水车的黑人司机晚上正在工作的时候 突然被旺财给攻击了 虽然黑人司机奋力反抗 但最终被这只训练有素的大狗给咬死 但自己的救命N狗回来了东梅可高兴派 转过天东梅带着旺财来到了拍摄现场 旺财一看到黑人女演员就扑了过去 把这位大姐咬的是遍体鳞伤 东梅的男朋友认为 旺财是一条专业人士训练出来的 专门用来攻击人的狗 这种狗必须要干了死 不然今后很可能会出大事 但旺财毕竟救过自己的命 而且东梅也完全接受不了干了死 为了纠正旺财的问题 东梅带着旺财来到了一家训手园 这家训手园专门训练一些大型的猛兽 然后把这些训练有素的动物出租给影视公司用于拍摄 负责人王大财告诉东梅 像旺财这种已经被人训练成这样的攻击犬 是很难纠正过来的 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处理掉 王大财的话还没落地呢 旺财就扑向了一名黑人员工 王大财说旺财不仅仅是一条攻击犬 而且还是一条白狗 白狗的意思并不是指白色的狗 而是被种族主义者训练出来专门攻击黑人的狗 这时候黑人训练员姜游叔走了过来 他准备花一个月的时间把旺财的毛病给纠正过来 如果到时候还搞不定再把旺财干掉 训练旺财是一件非常危险的工作 姜游叔和旺财一人一狗在笼子里就展开了大战 最后累的都不会动 转过天 东梅观看了姜游叔训狗的过程 旺财强大凶残的攻击力可把他吓得不清 他完全无法理解一条狗怎么会变成种族主义者的 姜游叔说过去白人奴隶主专门训练狗去追捕那些逃跑的黑奴 后来又训练狗攻击所有的黑人 训练方法也很简单 就是花钱雇一些黑人专门去虐待小狗 常年累月 等狗狗长大了自然就会去攻击黑人 姜游叔之所以愿意训练旺财 是想找出一套有效的办法纠正白狗的问题 也许这样就可以阻止那些种族主义者继续训练这种白狗 但截止目前还没有人成功过 而且如果方法不当 还可能引发更严重的后果 被训练的狗会变成一条不分肤色 见人就咬到变态杀人狂 这一天晚上越黑风高正是越狱的好时候 旺财咬开铁笼子跑了出去 其他羡慕嫉妒恨的动物 马上就开始狂叫着通通报信 为了越过最后一套防线 旺财也活出去了 越狱成功的旺财成了一只流浪狗 只能在垃圾箱里找吃的 被酱油叔训练了两个星期 旺财攻击黑人的毛病一点都没改 把一位出来打酱油的黑人大叔 咬死在了教堂里 酱油叔开着车满世界寻找 终于发现了刚杀完人的旺财 旺财再生猛影扛不住马嘴枪 被酱油叔很顺利的活作了 当听说旺财咬死了一个黑人 东梅也受不了了 希望酱油叔赶快把旺财给除掉 但酱油叔认为杀了旺财简单 但没有任何的意义 他必须把旺财的问题彻底给解决掉 这样才能震慎那些训练白狗的种族主义者 让他们明白那些处心积虑的阴谋是毫无用处的 但旺财从小被黑人虐待 那种恐惧和仇恨已经深深的刻在了他的记忆中 想纠正可没那么容易 而且搞不好还会适得其反 经过酱油叔不懈的努力 旺财的问题似乎得到了一些改善 这让酱油叔看到了一次希望 他把自己的黑肚皮展示给旺财 刚开始旺财很愤怒 但过了一会儿居然渐渐的平静了下来 据此酱油叔认为 自己已经成功的治愈了旺财 为了验证这一点 酱油叔找了一位陌生的黑人向旺财靠近 刚开始旺财表现的很不友好 酱油叔也把枪给举起来 但很快他就发现旺财变得越来越温顺 训练成功了 酱油叔也喝起了小酒 不过他还是有些担心 于是他给东梅打了一电话 准备在最后进行一次实验 东梅一听非常的兴奋 当他刚走出家门 一位慈祥的白人老头 带着自己的俩孙女出现 旺财就是他们家的狗 看着这位面善心恶的白人老大爷 东梅的情绪突然爆发了 把白人老头劈头盖脸的骂了一对 然后开着车扬长而去 最后一次实验 在铁笼子里正式开始了 旺财刚开始显得很猙獰 但一看酱油叔把墙给掏出来了 马上就换了一副面孔 大家伙一看都放松了警惕 东梅激动的上去就抱住了旺财 可就在这个时候 旺财突然呲牙咧嘴的 扑向了负责人王的背 把老爷子咬得是皮开肉绽 一阵阵的肝颤 酱油叔知道自己的实验失败了 于是急忙开枪把王才给毙了 虽然死的是一条狗 但同时也说明了 想彻底的消除种族主义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